在拜會新加坡的公司部門 我非常謝謝新加坡的幫忙 我一切非常感恩 希望臺灣跟新加坡一起共好 新北市議會在整個成績委員的過程當中 我們新北市的所長 不管是在市政報告 以及我們各業務執行 所有的程序時間 我們都給多對議會的安排 我們要尊重 我們會配合議會安排的時間出席 聽說民進黨就是可能刻意的操作會失焦嗎 其實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也謝謝議員 大家在整個程序里大家都發了很多的薪水 我非常地謝謝大家 我們希望議會的議程 我都要給予尊重 最重要的 我們要實質地把市政工作的內容 報告清楚 新北市有203年的新宴檢 還有議會的議員 有對新北市很多的市政建設 還有很多的舉行 我們可以利用總執行 來好好地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讓議員了解 這段時間 新北市在市政的推動上 做了哪些的工作 可是他們現在政委就是說 應該要先業務報告 再做總質詢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了解 在這過程當中 我一切尊重程序委員會 以及議會大會所做的決定 其實我一生工作了43年 歷經了15個職位 一生的信念 就是為國為民奉獻犧牲 請問是最後一題喔 就是有欄委員說 今天中午要找市長參選 但因為今天有施政報告 所以取消想確認這件事情 其實我平常 跟黨籍立委的溝通 或是見面 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們隨時都可以聯絡 好